这样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过来去做咱们的一个训练了吧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TensorFlow的一个API用的不太熟悉 它这里边我记着也是有一个 我记着哪块它有一个tutorial 就是它的一个介绍 我给大家找一下 在TensorFlow当中 就是它的官方里边有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教程 我们可以打开这里 然后再点开它的一个教程 教程里边我们就在这里可以选 然后有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model 在这里它会把这个东西简单的介绍一下 但是我觉得它官网介绍的有点太简洁了 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就是关门去做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介绍的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不是我写的 这个是一个gethub上我找到的一个资源 我把这个资源复制到咱们的 复制到哪里呢 我也都复制到最上 复制到最上面里边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写一下就是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资源 相当于是一个教程吧 这个教程我觉得写的蛮错的 蛮好的 然后之前我也是都是参考这个教程去做的 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写 所以说最简单的方法咱们看一下别人怎么写的 它在这里给大家打开亮看一下 它会给你一开始的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 怎么去写这个decoder 怎么用这个trainin hyperl 然后这个attention机制怎么去用 它会给你介绍非常的详细的 我是觉得它这个教程写的蛮不错的 大家感兴趣啊也可以自己的去看一下 这个github一点一来谈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果 它在这里啊就是会给你通过一个举例子 它这个数据啊并不是用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它会给你啊就是自己的 我来看一下 我记得是自己造了一个数据吧 呃在这里啊 第一个它看的不是 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记得它就是自己做了一些示范的示范的一个数据 然后拿这个示范数据啊就是跟你说了一下啊 对我们来看 这里呢就是有一个input的一个batch 然后还有target的batch吧 它拿了这些都是示范性的句子 然后给你一步一步的去讲啊 咱们该怎么样用这个sequence 或sequence的model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在这里就是啊 因为这个东西啊比较基础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去看了 如果说大家想去把这个 呃咱们的一个叫什么 就是一个序列到序列模型 怎么样用turnsiflow啊 用的更熟练啊 我们也可以去呃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github 它的github 它的github名字啊 就是一个api guild嘛 就是给你讲了一下啊 怎么样用这个turnsiflow的sequence tosequence这个model 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在这里呢 我就给它放到最上面了啊 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自己动手啊 去写一下咱们的一个代码 就是想了解它更多的内容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github 这个github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因为我最开始啊 我也是参考着它的一个一步教程 开始能写自己写出这个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一个学习是什么过程 一个学习啊 就是不断的模仿的过程嘛 不见得所有东西啊 都是你自己需要 非得搞明白它啊 从头到尾怎么用 别人怎么用的 你会用啊 就是别人会用了 那你拿过来 它不就是你自己了吗 那只要你自己会用 不就可以了吗 对于这些框架来说啊 这个api怎么去用啊 其实就是一个熟练性的一个问题嘛 它底层内部啊 也并不是咱们去实验的啊 我们只要是能把它连成串用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啊 同样大家可以去拿过来练练手 然后这个啊 它也是一个iPad4 notebook吧 只要把这个东西下下来啊 我们来看 呃 这个东西还不能整体下载 在这里我们需要啊 就是进它的一个 我来找一下啊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教程都进行一个下载 点一下我们的这个download 然后download它的一个zip就可以了 它里边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有一个rn块里边的 我们来看它有一些 就是不光有这个contrib里边的sequence to sequence吧 还有下面的一个 这两个都是大家就是自己啊 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呢 它有一些其他教程 我觉得这也蛮不错的 因为之前我都是简单的看了看 很多东西啊 以为是处于一个持续学习的状态 呃 然后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超参数吧 在我的超参数当中啊 我指定了一个epoch epoch是等于100的 一共要叠代多少次 by size 每次叠代的一个大小 rn的size 中间隐层身体面的个数 rn它有几个rstm单元 两个rstm单元 基础的学习率 咱们keep的一个保留率 那接下来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操作吧 我们去啊 指定一个tensorflow的一个 啊 计算图 在计算图当中呢 去实际的算我这两个东西啊 就可以了 这两个跟之前是类似的啊 在这里我就不去说了啊 怎么样去 算这个cost啊 还有定义咱们的automized字 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训练咱们的一个网络了 在训练网络当中啊 我们就把我需要的一个featation 实际的都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啊 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 因为呃 tensorflow它这个训练 基本上都是大重小异的 只要啊 你拿到了一个模板 把这个模板啊 改不改吧啊 改成自己的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我们的一个流程啊 去训练 唯一的不同啊 就是你想打印哪些东西 在训练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打印它的一个loss值 比如说打印的好看点 可以打印成这个样子 当前的一个loss啊 当前的一个啊 咱们这样一个batch迭代到多少次了 它是哪个eproach啊 你都可以自己给它进行一个定义的 那这样我们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的训练吧 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就看这个loss loss值是偏高的 然后随着咱们迭代进行啊 我这个 这个有点太多了 咱往上看啊 这块它会显示的结果太多了 随着咱们的一个迭代运行啊 然后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断压下去 然后中间啊 就是我没得运用完 就给它kill掉了 到时候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把它都迭代完 如果说你想迭代数据比较小 你可以就是找一部分数据吗 你找个大概个五万个数据啊 其实也可以的 三万也行 然后再小点一万个数据 我觉得也差不多 也能够得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的 就看你想花的一个时间多少吧 然后你要不想花时间啊 就是训练一些一少部分 然后保存模型也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啊 我要把这个模型 要给它restore一下吧 把我们之前保存下来 session读进来 把session读进来之后啊 然后我把新的数据 新的imput data 再读进来之后 我让它呀 还是前向传播 跑一次咱们的网络吧 再跑一次网络之后啊 我就可以得出来 它预测的一个结果了 预测出来的结果 它是一个 印度型的一个ID值 我要把这个ID值 做这样一个映射转换吧 转换成我当前的一个 实际的 我能看得懂的一个人话吧 咱们之前不是有赚一个转换吗 在这里啊 就是蛮麻烦的 我们经常要做的是 一个ID到真实结果的一个转换 转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当前的一个summary是什么了吧 summary我们得到的 也是一个ID值 我还需要把ID值啊 再转换成一个 咱们能读懂的一句话 来看一下结果吧 这里呢 就是我测试了几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啊 就是我输进来的是一个 这个咖啡啊 躺起来挺好的 然后呢 这个价格也不错 那它一个摘要什么呢 Great Coffee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咖啡嘛 然后呢 下面又说了一个 哎呀 喜欢什么东西啊 怎么怎么样啊 说了一串子 然后呢 它一个摘要啊 Love It 非常简洁是吧 上面呢 就是啊 这个东西非常不好 我要就不该买这个东西啊 怎么办呢 它这个摘要啊 也是一个类似的 Oh my God 这个东西太差了 那这个东西啊 就是给大家啊 看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review 和咱们的一个summaries啊 它的一个结果 是长什么样子的 其实呢 这个sequential啊 tosequential的一个网络 并不难 我们作为处理啊 也没有太多吧 只是把文本数据啊 稍微做一些处理 让文本数据啊 更适合咱们的网络模型 然后呢 我们就实际啊 构建了一个模型 在构建模型当中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sequential tosequential的一个教程 因为写这个代码 完全是参考着 这个教程去来的 我是觉得 如果说大家想 嗯 就是熟练掌握啊 这个tensorflow 怎么去写 最好啊 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写 然后听我说啊 只是能有大概的一个印象 我只是啊 给大家概述一下 咱们的这个小练习啊 它是从后到尾 做了一件什么事 以及呢 怎么去做的 具体啊 大家的一些细节 就要靠大家自己的动手 去实践来完成了 如果说大家动手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些API方面的问题 我也刚才大家说过了 这个tensorflow啊 经常更新 现在1.2版本啊 是这样的API 然后估计啊 1.3版本 现在要大改了 因为1.2版本啊 我现在就是bug 也是蛮多的 之前我遇到了很多bug啊 然后在tensorflow当中 tensorflow它是有gethub的 在gethub上 你可以进行一个 就是提问题嘛 提问题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 已经有人啊 就是提出来了很多 关于这个sequence tosequence的这个model 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看了下面的回应 也是说 tensorflow在接下来版本当中 也是要大改这个模型 所以说啊 在之后啊 大家如果说 遇到了API 发生了一些大的调整啊 咱们就是用新的API啊 去做就可以了 遇到问题啊 并不可怕啊 可怕就是说 咱们太懒了啊 不太愿意去改这个东西 要改啊 也是一个避免不了的 因为这个东西 处于一个 持续更新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个啊 就是这节课 给大家一个内容啊 怎么样同一个评论的数据集啊 做这样一个摘要 那现在给大家 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 一个是咱们今天啊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 由评论生成 咱们的一个摘要 然后呢 之前咱们还做一个手练习吧 咱们对字母 还可以进行一个排序 其实呢 如果说啊 咱们现在手里 有一些其他数据 这些数据啊 因为我暂时还是没有 如果啊 你有一个 就是对话的数据 比如说 两个人在聊天 聊天啊 咱们可以做一个 对话机器人吧 这个东西啊 可以做 但是 现在手里啊 没有数据 如果说大家有数据啊 也可以啊 愿意无偿提供一下 可以把数据啊 提供给我 我也可以啊 给大家训练 这样一个AI聊天的 一个机器人 然后现在啊 市面上这种聊天机器人 蛮多的吧 嗯 但是普遍来说啊 还是没有用这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这个模型 因为当前这个模型啊 训练出来 它这个聊天效果 并不能太好 这是我看其他人的 在其他人的一些评论 以及啊 其他大牛的时候 在做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回忆录里边 说的一些事情 具体啊 我还没有尝试过这个事情 感兴趣啊 咱们可以做一个 简易的聊天机器人啊 然后还有机器翻译吧 机器翻译啊 也是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吧 只要你有对照的 翻译的两个数据 你就可以去做 这样一个事情吧 那其实呢 就是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模型啊 应用范围还是蛮广的 如果说大家有数据啊 大家可以尝试更多东西 我觉得啊 还都是蛮有意思的 那关于啊 这个啊 小的一个案例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我先讲到这里了